我来这里已经将近50年 但是呢在之中呢 我们阿美想要去表达 想要去争取呢 还是被人家当作是 记在屋檐底下的人 是这个样子 一据宜兰地区有50年之久的 宜兰县平地原住民总头目林玉台 诉说这段总被当作外地人的心声 其实早期阿美族人 有的因为一族通婚 也有人因着工作需求 离开花东故乡 选择北上打拼 另辟新地 而宜兰县议员孙汤玉惠 有感于目前谈论或记录 阿美族近代迁移过程 多半以大台北都会地区的 阿美族迁徙经验为主 希望能透过一系列 阿美族口述访谈计划 补足宜兰地区的 阿美族迁徙故事 开始做口述访谈以后 真的发现我们所有的族人 来到了宜兰呢 可能因为就是早期 工作机会比较多 所以会有苏澳地区 还有那个投层地区 是因为远洋工作来到这边 那也有来自于我们花莲的重谷县 来到宜兰三星 是属于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开垦的 应该核床地 所以他们才会移居来到这里 经过这个访谈之后 我最骄傲就是说 好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区 可以跟他们进入说 我们在道道地地的 我们真的才是宜兰的 从宜兰县原住民族人口来看 除了泰雅族占多数之外 其次就是阿美族 不过由于阿美族多分散在宜兰县十二乡镇里 因此宜兰县使馆 一步步从口述历史开始 分歧针对宜兰县各乡镇头目领袖逐步访谈 这项阿美族口述访谈计划 从105年正式启动 今年迈入第四期 希望透过了解现今阿美族的分布位置 和其老个人生命历程 为这个世代留下重要的历史文献 原始新闻 乌六吉瓦斯 宜兰市采访报导